OK 各位欢迎回来 那么这是第五个影片 然后呢我们今天会讲的字母会比较特别 因为它本身虽然讲它存在在大苗文的那个字母系统里面 可是它其实本身的来源不是大苗文本身 可以讲是从凡文界来的 所以这边第五堂呢我们会介绍的 没有母银只有子银 而且一共六个 所以我这边直接写第五堂 我这么直接写上上上一堂 OK 第老天等一下 第讲第都不会写高烂 第五堂 然后总共有六个 这边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OK 这个有点复杂 因为我也是没有什么什么什么用到 呃 这个 然后最后一个是 呀 那么我在这边 我会在下面重复写多一次 然后分别解释它们是什么什么 讲的一个念法啦 OK 那么第一个的话 你要这样子弄个缓 哎不对 你要这样弄个缓 下来 然后再换回去 那么这个呢 就是普通的英文的 你 s的念法啦 然后 第二个的话 你一开始做一个很像v的形状 可是你这边要做一个缓下去 就往下走吧 所以这个其实是sh 然后第三个同样的 你一开始嘞 你要做一个v的形状 可是你走 你又做一个很像上个上个上个上一堂课里面做这个这个R的这个形状 A的话 A的话还是这样 就是他的他的那个这样讲这个这个尖尖的地方啊是中间 然后这个没有尖尖的地方这样子 so 这个就是 者 这个是A 所以要区分 然后第五个的话 第五个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字来的 呃 而且比较有我们这样讲啊 可以讲宗教含义吗 就是你你会看等下我先写先 so 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 这样子 第五个其实我我我会认为啊 我会认为啊 我会认为其实不太需要回了 不过 呃 我会把它放在那个good to know的那个 那一团里面 so 这个的话他其实他念法是shree shree 然后他你啊 如果我们在马来 如果我们在马来西亚华人 就应该知道有个什么单思理 那个思理啊 对吗 思理跟这个shree是一样的 ok 然后最后一个的话 这基本上就是你懂你的刻咯 然后你刚刚刚我们写的shree 他配在一起 就变一个shree 这样 就是shree 对啊 这是一个字啊 好 那么我们在这里的话 我我给大家准备了大概 九个嗯 九个十个字这样子 然后就啊 啊让大家来准备写一下 对不起啊 因为之前那几个影片好像都没有什么 啊给你们练习到写就这样跳进去写字 啊 我有点犯错吧 啊算了吧 你们啊可能下一个影片 就这样再写过多一次 然后我就 嘿嘿嘿 又再多一个影片出来 真是聪明 ok 第一个字 好 这个是哲 明显 那么这个J的话 他的U哦 他的U的写法 有点U是有点不一样啊 这个是他的长U写法 所以是Ju 然后这个就是Lay哦 所以这个是Ju 雷 然后这个很明显 就是从英文借来的7月July 然后OK 我们还有 这个 我 其实有些字未必要用到这些字母啊 不过我是 可以讲 可以开关以后讲硬硬塞嘛 因为就是要给你们练习鞋嘛 所以才硬硬这样塞进去 OK 那么第二个的话 了 这样子 蛇 所以这个是Luxem Luxem 呃 这个Luxem的话 他是 这样讲啊 印度的语言的一个比较 特别的一个算法 所以你懂我们好像华文有个十百千万 然后 一然后再照这样吗 Luxem的话 基本上就是十万就是五个零 然后他七个零又再多一个另外一个算法啦 不过先知道Luxem是十万咯 所以 一个Luxem就是十万 五个Luxem就是五十万之类的啦 好 第三个的话我们看一下啊 也是我英扯的啦 就是也是为了要给门写 练习写 基本上哎 呃 呃 大秒文里面的字 基本上是看不到这个这个字母的 OK 就OK 啊 嘿 呀这个很很明显就是英文来的 呀 呃 然后我就 你们看到了那个罗马字 我就我就不讲它是什么意思啊 啊 OK 呃 第四个的话 我可以我可以先把所有的英文字给写完前了 因为其实很多啊 啊 这边 so 我们有色咯 然后 stay 我们有station so station station 就是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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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巴士也可能是火车的 站 这样子哦 然后 第五个也是拥有用到色跟色这两个一起 那么这个的话就会是 10 因为后面是一个子音来呀 spe special 那么你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啊就是呃 怎样讲啊就是 用英文用大米文的字母来写因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方法来讲讲就可能可以进步你的大米文的那个写的那个功能写的那个能力啊 这个技能啊因为讲讲哎 呃 印度里面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 他们会讲是不会写不会看我我不懂是讲啦 随便了 ok 然后这边又可以搬出一个音车咯就是用那个h的那个字 这是 这是 hindi hindi的话就是北方 北方用的那个印第语就是宝莱坞的语言 那么其实呃 在印度的taminadu他们那边其实没有很喜欢印第语啊 因为他们有点认为很像是在 这样讲有点在侵略他们主权这样的一个 观念存在了 然后就给你们给你们大家讲一下下咯 好 那么接下来这个字有蛇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其实那个蛇 这个因为翻语有很多个有蛇的字了 所以 还挺常出现了 这个是 vishiam vishiam呢可以呃可以是东西 可是比较偏抽象了 so so抽象 所以它比较偏向是来呃你可以说主题 ok 主题 vishiam 然后 然后呃 看看一下几个字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 嗯 还有 ok 那个j 在这边可以用 者 这个是这个是呢咯 真 真能 so 真 真能的话 迈文有这个字了 可是如果你们记得的话 它其实它的意思就是 床口 ok 床 然后 应该还有最后一个字 ok 最后一个字 ni misham ni misham的话 ni misham ni misham 他的意思是分钟 所以可以可以你通财要人等的时候你会讲一分钟吗 一分钟等一下 那么当没有我也有一样的一个讲法啦 就order name isham就ok 等一下这样子哦 应该就是这九个这其实还有很多 不过我没有写出来不好 那么我就在我就缩小 然后再写多一次给大家看 让你们再可能练习一下啦 好 好 让我先写一下 第一个 折 五 雷 so 主雷 然后十万 乐圣 然后我们有hello 这样子这样子念着念着自己的觉 cringe hello 然后station 你要知道那个卷摄音哦 stay stay shun station 然后special 谁要讲那个是音车啊 不过真的应该应该会有人在写的啊 我觉得 啊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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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印地语 hindi hindi 对 就完了 v sha yam 然后真能 者 真 能 然后最后一个 你 你 上 好 就是这样啊这边一共就有9个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参考参考然后基本上今天应该就是 讲到这里了然后下一个影片里面我会解释那个怎样写那个屋跟屋啊因为 我承认很乱 所以下个影片我就尝试一下尝试一下跟大家解释清楚一下OK那么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吧